今天给大家彻底解密电子盘 又叫数字货币大揭秘 通过这期节目 我希望所有的人 所有老王的观众 都对所谓的数字货币 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今天上午老王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 惊讶的发现 除了经验丰富的中国企业家之外 绝大部分中国人 包括所谓的成功人士 居然对所谓的区块链数字货币一无所知 所以老王觉得非常有必要 做一次科普类的ABC 让大家从根本上了解 到底他们在干什么 这个币那个币 他们到底在玩什么 那么讲讲电子盘之爷之父的故事 思绪回到2004年 那个时候 颐和财经有点干不下去了 因为我们所谓的颐和财经就是帮您上市 拉皮条有限公司 前提是有企业让你帮着上市 2000年的时候我们成立这家公司 我从TK委下海到2004年 真的是做了100多家企业 最高的一年在上交所做了23家 一个交易所做23家 一由第一 结果到2004年为什么干不下去了 第一个是竞争越来越激烈 这玩意也没有什么高科技 就是一个关系嘛 大家都懂了 后起之秀越来越多 第二呢 当年的股市暂停了IPO 因为股市跌到了谷底 跌到1400点 上府连满脑子都是官司 他要寻找股市的救命方案 所以呢 我们呢 就没事可做 我这一段呢 我在我的新浪博客里边写过 叫一和黄金的前世今生 大概15年前我写 在2004年 我的办公室的桌对桌的 那个人叫做张卫星 张卫星是什么人呢 他是一个淹没在固止堆中的 一个伟大的人 他的水平并不比肖建华低很多 这个人是兰州市 考入北京大学的当年的理科状元 入读的是北京大学88级的地球物理专业 89年64呢 卫星正好读大二 兴冲冲就跑到天安门广场 有使命感啊 做了高自联的维持治安小队长 64镇压之后 张卫星惨了 就被人家做秋后算账 他的老婆叫杨梅梅 梅梅呢 是天体物理系的高材生 梅梅的导师就是方荔枝 这两口子 肯定吃瓜烙 所以卫星呢 就没有拿到户口 我们那个年代 大学毕业 都是给你分配工作 给你北京户口指标的 张卫星因为64这个问题 所以张卫星呢 就没有拿到北京大学的毕业证 等于是迫害他 没有拿到毕业证 你总不能回老家去吧 户籍就给他打回原籍去了 也不给他安排工作 他怎么办呢 他叫北京大学一业 当年那个北大 有一大批这样的学生 因为64的问题 拿不到毕业证书 拿不到学位证书 卫星呢 就在中关村 当时叫黄庄电脑配套市场 在那倒腾内存条 主机板 做这样的工作 他迈着迈着呢 就得了人生第一桶金 得了第一桶金之后呢 当时股市呢 这不是开股市了吗 他作为新鲜事物呢 张卫星呢 非常感兴趣 以他的智商 很快就研究清楚了股市的内幕 那个时候 连个K线 都没几个人能看懂的时候 他写了一本书 叫三线开花 用他这中关村电子厂 挣的这百八十万 做股市投资 赚了很多的钱 这是卫星早年的历史轨迹 后来 一和财经做起来之后 他就进入了一和财经 做了高级合伙人 也是一和财经的主要领导 我们两个桌被桌 研究股权分支的同时 张卫星和我的 共同研究新的事物 我在解密黄光玉那一集里边 讲产业升级的旋转木马理论 就是那个时候弄明白了 那么我们就猜 中国人下一个风口是什么 中国经济飞黄腾达 那么下一个风口是什么 当中国人买了房子 买了汽车 通过房子和汽车 拉动全世界的石油价格 及钢铁价格和煤炭价格 重新上涨一个阶段之后 14亿人的家庭 全部都要买一到两辆汽车的时候 全世界汽车布局 都会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之后呢 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 之后 A 黄金 B 黄赌毒 这是人类的物质需求满足之后 精神需求向前发展的重要一局 黄赌毒 黄就是色情行业 赌是所有的商品进行金融化 期货化 交易市场化 电子化的一大推进 我们当时不知道有比特币和区块链 但是显然比特币和区块链也在这个赌的范围之内 就是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发达 衍生品上高度发达 毒呢 并不是单纯的毒品 而是指广义上的毒品 包括让人上瘾的电子游戏 抖音 小视频 TikTok 这都叫毒 黄赌毒 高度发达 一定是未来20年 中国金融市场的一次飞跃 那么当时在想 中国人没有什么呢 黄赌毒市场里面 有些我们是不能做的 比如说毒我们肯定不愿意去做 伤音得 那么黄我们也做不了 就是赌 金融 我们是干这行的 那么金融创新 我们以什么为支点进行金融创新呢 中国人当时把世界钢材买了翻番 把世界石油价格买了翻番 铝价格买了翻番 水泥价格买了翻番 什么东西没买 什么东西价格没动 黄金 1980年代黄金价格400美元一盎司 到了2004年 还他妈是400美元一盎司 换算成人民币 就是100块钱人民币一克 2004年黄金价格依然在100块钱人民币一克徘徊 而1980年黄金就差不多八九十块钱人民币一克了 不可能一直这样 为什么他当时是这样 因为当时整个中国的黄金储备 整个中国只有600吨 100块钱一克一吨是一个亿 2004年中国的体量并不小了 离开奥运会只剩四年了 全中国的黄金储备只有600亿人民币 你有想象这是一个如何倒错的金字塔吗 巨大的实体经济下面压着一个作为货币总支撑的总信用的基点 就是黄金储备 才600个亿 我当时有一句话叫倒立的金字塔 那个塔尖 那个荷鲁斯之眼 就是600吨的黄金储备 所以你知道知道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 在2004年被我们发现 那么黄金价格一飞冲天 就一定是我们下一次要干的事 我们会发动一切能力 写文章 在电视上做访谈 在互联网上做博客 鼓吹黄金投资 让所有的人开启民智去买黄金 这一定是人民战争 因为那一年平均到13亿中国人的话 每个人只有不到一克的黄金 而印度都是我们的十倍 全世界人均黄金都要超过中国人三倍 所以中国人有钱了 只要每个人买个金镯子金项链 世界黄金是供不应求 黄金基础商品供不应求 那么它的金融衍生品就有几何级数的成长空间 这就是一盒黄金出现的大背景 我们当时研究出来这个黄金价格走势之后 我们当时马上发现 在中国当时的黄金市场下没有投资型金条 投资型金条是我跟张伟星第一时间想买的东西 因为我们不想他雕龙画缝的金镯子金项链 还要把它融化了才能买船票逃难 对不对 那怎么办 要买纯度足够高的各国都认可的精炼小金条 第一这个黄金金条的纯度必须足够高 放五千年不烂 这个纯度国际早已有定论 就是国际黄金储备的纯度 99.95% 就是黄金金面到三个九 就是所谓的千足金就够了 第一 第二 你这个黄金金条上面不能有雕龙画缝的 什么彩金呀 什么生销啊 什么佛呀 这都不能有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用其他贵金属 白银呀黄铜勾勒的这个画 它会影响它的纯度 没有必要 而且增加它的成本 所以它必须是一个单纯的 金溜溜的这么一个金条 上面只能有铸造商的编号和纯度 以及重量 第三 它的重量必须是标准的 它不能是59.25克 它不能是这样 33.04克 它不能跟金镯子金项链一样 它不能这样 它必须是整数位 5克 10克 15克 20克 100克 150克 一公斤 它是这样的 这是公质 英质也要有 必须有1盎司 半盎司 2盎司 5盎司 10盎司 为什么要有盎司 因为国际黄金的标准报价 就是多了多少钱美元 黄金价格 是以盎司报价 盎司是30克多一点 比我们一两 金两大一点点 一盎司 没有 当我们兴冲冲的联系黄金珠宝 铸造企业 就是后来我认识的 我帮他上市的东莞金业珠宝的时候 我们居然在招商银行北京分行 吹牛逼的时候 看到了我们想做的招商银行高塞尔投资小金条 一盎司一条 99.95 满足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要求 而且他们早就送这出来了 用塑料塑封着 一排一排的特别漂亮 有点像子弹 压成一连一连的子弹 一盎司一根 你想要 啪给你搅一根 三根 给你搅三根 一排一排的用塑封塑着 我们的眼睛都快掉出来了 这是谁设计的 他为什么 我们觉得04年 我们是发明了 我们是发明了火箭的人 我们怎么在天上看见有卫星 谁发上去的 一问 说这个滞销 根本就卖不出去 因为他弄得太早了 是成都 成都长城精炼厂 精炼的 下边有个长城精炼厂 下边有个高塞尔公司 他们弄的 你们去问吧 飞到成都赶紧去问 原来 这个精炼厂并不属于长城精炼 这个高塞尔公司是个合资公司 是个港人出资的 挂靠在长城精炼厂底下 因为05年之前 国务院没有放开黄金专营 那个时候老百姓不能随便买卖黄金的 所有的黄金业务都归共产党直营的 所以呢 外商投资要想搞黄金的话 必须挂靠一个国有的纯国有的 有黄金精炼的资质的企业 成都 长城精炼厂就是这样的企业 这个港资老板投了资 但是呢 戴了个红帽子挂在那个 长城精炼厂底下 叫长城高塞尔 黄金铸造有限公司 我们 就飞到香港找他这个老板 他这个老板姓周 叫周什么 我已经忘了 三个字 大家扩展阅读感兴趣的 也许能把它找出来 我相信周先生已经不在人世了 因为04年我们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78岁了 这个老周先生是香港黄金交易所 就是香港金银厂的老人 太懂黄金投资了 他跟伦敦的那些黄金投资大机构 基本上同一个level的技术 所以呢 他知道中国有钱了以后 一定会进行黄金投资 所以他就飞到成都 搞这个高塞尔金条 又挂在招商银行卖 他想做他的生意 结果没想到呢 他就是爱多VCD 他走得太早了 以至于呢 他死了 我们04年找他的时候 他已经78岁退休了 心如止水 生无可恋 眼神涣散着对人生的淡定 我们当时不一样 野心勃勃 跟他学会了东西 他告诉我们 香港金银厂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叫香港金银厂 跟伦敦又是怎么回事 国际金商 几大金商是怎么做装的 国际金价是怎么操纵的 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以后 张卫星就学坏了 因为他告诉我们 其实有一种东西叫电子盘 也就是后来的中国黄金 建设银行黄金的 所谓的纸黄金电子盘 也就是后来的天交索 贵金属交易平台 都是从这儿来的 他告诉我们之后 我们就花了很少的钱 买到了电子盘的光盘 非常少的钱 十万级的 拿回来 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找学生 开发出一模一样的系统来 直接从布伦伯格和 就是彭博社和路透社 接受彭博社和路透社的广播数据 记住啊 细节 不是干过的 说不出来 翟老师是说不出来了 彭博社和路透社 除了是新闻 你能看到电视新闻之外 他还广播金融数据 这个金融数据是数字信号 你是他的member的话 你可以直接接收到他的数据 这个数据接口 接到你的这个交易系统里边 你就像一个交易所一样 别人就可以在你这开户 存钱进来 叫入金 然后你给他一个账户 他就可以根据这个数据 来炒作黄金 这就是重点 大家想象这样一下 我讲黄金 可能你们接受不了 我给你们类比一下 你们想象一下 话说 青海 游牧民族 各个养牛都有了钱 养羊都有了钱 各个存款都上百万上千万 他们太想买上海A股了 假设啊 当然他们不会了 但是假设啊 上海A股 天天长 他们太想炒股了 他们听说炒股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于是他们想在自己的帐篷里 粘房里 安一台电脑 安上乾隆炒股软件 炒股 对不对 那时候叫乾隆 后来才有什么杭州的那个老郭那个我帮他上市叫什么来着 杭州炒股的软件公司 忘了忘了 那后来才有国内的 那时候都叫乾隆 都是从台湾过来的 乾隆炒股软件 然后呢 有两个青海的牧民飞到了上海 找到了这个国泰军安的营业部 开了个户 然后拿着国泰军安的乾隆炒股软件和自己的账户 飞回了蒙古占房 竖了一个小电脑 所有的村民们 你们牧民们 你们都可以来这开户了 用我们的账号就行了 我们找了个小朋友 多开了100个分户 你们也都可以在这用 你们都可以用免费的 然后咱们一起炒上海的股票 这样他们事实上就变成了 国泰军安 驻草原营业部的一个分点 当然是非法的 国泰军安并不知道他们在这干这个 然后牧民们有的人买 有的人卖 然后他们哥俩就在这个粘房里帮大家下单 根据着上海的走势 大家的钱存进来 哎呀买了股票赚了钱 反正你要提走就给你钱 你要买输了 反正你也得认 就你自己输了 有什么办法呢 我都只是替你下个单 收你个茶水手续费 如果咱俩是亲戚 我连手续费都不收你 对不对 有一天 有一天 弟弟喝多了 一脚啊 把底下那个网线给踢断了 没发现 哥俩还在那玩呢 只能看见交易市场的行情 但是那个交易的那个数据给提掉了 就是你能看到行情 你做不了交易操作了 但是哥哥不知道 还在那收钱记账收钱记账 如此运作了一个月 才发现 哎 把数据怎么断了呀 这根本就没下单呀 怎么办 怎么办 惊喜的发现 没事 没事 没有人来找他 为什么 因为在他这开户的牧民 人的本性啊 挣了钱 不会提走 因为在账上钱多了吗 好开心 他又不缺吃的 不缺穿的 他家不是死的人 不是出了破产的事 他不会把钱都提走的 还在你家存着的 但是赔了钱的 买了中国石油的 从17块钱跌到7块钱的 钱他也就不要了 因为他觉得我自己赔了10块 钱在谁那儿 哥俩那儿 有些性急的观众朋友们说 老航 你要揭秘币圈骗局 你怎么扯到了2004年的黄金市场啊 哎 这你们就不懂了 要讲解放军历史 是不是得从黄埔军校开始讲啊 必须得从林彪周恩来开始讲 你才能捋下来脉络呀 我一步到位 直接插入到电子盘 直接插入到币圈 你接受不了 所以呢 听老王给你娓娓道来 这样的话 你理的特别顺 话不多说 切入正题 上回书说到 草原牧民张王两兄弟 张卫星王岐周两兄弟 在毡房里搭出了电子盘 在毡房里搭出了小计算机 连上了国泰军安炒股软件 结果弟弟王岐周喝高了 一脚踢掉了交易那根数据线 只剩下了行情显示 没有交易 不知道 哥还在那继续收钱 用自己开发的小软件 记着大家哪个牧民买了什么股票 自己给他输入帮他买了 然后哪个牧民卖出什么股票 自己哪天在什么价位帮他卖了 过了一个月 坏 数据断了 这一个月没买也没卖 自己在小本本上记录下来了 上交所的大信息系统 咱们没有同步更新 天哪 这可怎么办 万一人家挣了钱 人家他妈翻了三番 上这说我清空 给我卖 哥俩他妈的倾家荡产也还不起 没事 为什么 刚才老王说了 人的本性是什么 挣了钱他不拿走 赔了钱他认了赔 所以这哥俩 实际上等于开了个小交易所 只不过这个交易所的行情 显示的是上交所的行情 实际上这个俩哥们 根本就没有给上交所当会员 只是接了上交所的那个行情图在那假装显示 但是他们哥俩本着极其诚信的精神 真的有牧民来买 他们真的按当时的那个上交所的价格结算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跟张卫星当时搞 有的有的内行说是高德黄金 我告诉你 你们仔细查一下啊 可能不知道现在工商记录还能查查得到啊 高德黄金的全称是高德一和金银制品有限公司 一和就是这个 高德就是张卫星起的 我们要那个新公司吧 就是高德一和 高德 为什么叫高德呢 跟地图没关系 高德是gold的音译 就是金一和的意思 黄金一和的意思 高德一和成立了以后 学会了这个 另有懂行的观众讲 叫MT4 对 太懂了 拿MT4式的手 开这个电子盘 接到布伦伯格和路透的数据 开始吧 就跟那两兄弟一样 很认真的 帮大家真的去下单 很认真的做对冲 做敞口对冲 为什么要做敞口对冲呢 因为我们是先行者 我们怕黄金价格真的涨着 真的上涨 我们又天天在这做多头宣传 人家万一真都买了 然后黄金价格上涨了 人家说卖出集体套现 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们必须做敞口对冲 开始我们这样做的 非常规范 挣不着钱 因为你要养很多团队去做促销 你要跟那些卖保险的一样 跟老头老太子在楼底下讲 你们要投资黄金吧 这个东西有杠杆 什么T加零 跟人去讲吧 老太子 这是不是骗子 跟买股票什么区别 远离股票远离毒品 我们不想碰股票 你们不要放 你们不要担心 这不是股票 这是黄金 黄金是硬通货 这玩意是现货黄金 展期交易是合法的 不是期货 因为当时老太太们 老头们都知道 中国有个期货危机 红小豆什么的 有机会我去讲 苏州红小豆危机 期货一团乱马 比他们股市的名声还臭 所以黄金现货展期交易 那么试试吧 我们还真的做了金条 在那摆着 装模作样子 其实不想让人家买金条 想让人家买电子盘入金 然后好 进我们这个盘子里边炒金 炒着炒着 就发现不用做厂口对冲了 再炒着炒着就发现 干脆把他们交易 那数据线拔了都没事 只要行情数据线 还在显示就可以 也就是说自己用签加信 开发了交易软件 这就是颐和黄金 和高德黄金 分道扬镳的重要历史节点 有我的铁网友说 当年我给张伟青写过金屏 你肯定是第一波黄金分析师吧 我们做这个事 我们俩产生了分歧 为什么 因为我一看 如果要是这么玩的话 你这不是骗局吗 那如逾弃弄骗局 因为我是从提开委出来的 我认识好多领导 他们是期货业协会的领导 或者证券业协会的领导 我知道这个东西 一旦出了事的话 这是重罪 我们好歹都是大学生 我们犯不着犯这个风险 所以我跟卫星讲 我说我们 咱们现在弄明白黄金了 咱们就这么着 咱们用这套软件 把它变一个性 做成柜台买卖黄金的 实时交易系统 并且实时回购 也就是说我们给蔡柏做对手盘 我们竞争蔡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蔡柏卖黄金 当时卖金银首饰 他都是一个月两个月更新一次报价 他那个报价牌都是金属牌 那个字都是印上去抠上去的 所以他那个金价基本上不变的 老百姓买了蔡柏的金首饰 首先他一刻给人加三四十块钱 那时候黄金价格才一百块钱 他一刻手续费就给人加三十块钱 百分之三十 而且他卖给人家黄金首饰之后 他不回购 国际金价涨到什么程度 蔡柏不管你 跟你没关系 我说卫星咱现在总这个了 咱们开金店 就在蔡柏对面开 按国美的模式开 泼水价卖金条 泼水价卖黄金 就他妈打这种广告 买黄金不后悔 倒机一盒买黄金 这个黄金的价格就随时就像股票一样 在店里显示 老百姓买金子 老百姓买黄金 买首饰 就每刻给他加十二块钱公费 回购 每刻减两块 中间收十四块钱差价 就泼水价卖走流水 为什么走流水 因为你在配合五方拉手账 你销售额能一飞冲天 四五十个亿一年的销售额 你就可以控股一个上市公司 咱们挣股票的钱多好啊 咱们没有风险呀 卫星不同意 为什么卫星不同意 我们要分道扬镳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2004年2005年中间了 我就攀上了大哥 找到了建英国际 拉着翟山英做了一盒资本 这就接上了 翟山英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张卫星坚决不干 为什么 吸毒上瘾 吸毒上瘾 就这句话 我告诉你 我们为什么误打误撞 踢断了网线之后 发现不用做对冲 不用做敞口对冲 不用真正交易 他没有风险呢 因为当你这个盘子里边 当你这个游戏盘子里边 他的游戏参与者超过1000人 甚至超过1万人的时候 他自己就形成了市场 你根本不用干任何事情 你不用作弊的 你只要把国际五大经商的行情接进来 年底你会发现 无论这个池子里 大家入金 老百姓投资者存了多少钱进来 咱们假设存了10个亿进来 当时他大概存了 真的是5到10个亿进来 卫星跟我分开的时候 我忘了具体数了 大概5、6个亿进来 当我们分开的时候 他就存了最高峰的时候 他存了将近10个亿保证金进来 这10个亿人民币存进来 到年底 到年底记住我这重点细节 有4个亿没有主的钱 利润是40% 这就是老王 有一集讲 浑浊的水晶球的赌场原理 所有的金融市场 全是赌场原理 四六分成 六成拿去奖励投资者 四成就是你庄家的利润 全世界金融市场全是这个路子 伦敦金 伦敦金市的五大金商也是赚这个40% 说白了 简单讲 简单讲 就是意大利一甲赌球 中国这边也跟着开盘 盘口 AC米兰 国际米兰 谁比谁压多少 几倍几 中国这些开盘口的 根本不去意大利 那个总装家那交钱去 他们就跟着人家来 人家是什么规矩 他就是什么规矩 他最后他一定赢 因为这全部都是做装的 全部都是有操盘的 什么市场都一样 这个时候 张卫星 气我 给我打电话 那比翟主席气我厉害多了 人家是他妈真正大咖 吉住 你那一核资本上上公司你弄咋样了 听说你收购丘连了 弄一屁股屎 真的假的呀 我说怎么了 卫星 我 吉住 我现在账上有4个亿的现金 我保证金池子里有10个亿的现金 你写那个黄光玉那个首付 我看了 我告诉你 吉住 黄光玉没有我有钱 你信不信 黄光玉就是105亿财富敌国 没屌用 因为他那是存货 是股票 是虚的 我老子有他们10个亿的现金 趴在账上 我说你好厉害 我操能借我点 不行 我这个是保证金什么的 各种理由 我说那你怎么着 你打算怎么着下一步 他说下一步我要进军国际金融市场 我要进军国际黄金市场 因为我看透了黄金的上帝密码 我要去国际金融市场 我先去香港黄金交易市场 我要跟杨寿成玩对手盘 我他妈当时跟卫星说我你他妈疯了 何鸿生是开普京的老板 你听说过何鸿生去拉斯维加斯跟永利玩对手盘的吗 你他妈在北京有一个高德的大盘子 没有竞争对手 西汉制也被你收了 只有一个同行坐得起来的 就是杭州的世纪黄金张勇 张勇怎么学会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张勇跟我们坐的几乎是同步 规模也差不多 我张卫星你这么去玩杨寿成 你知道杨寿成是黑白两道的吗 你赢了你以为你能走得了了 那你就不懂了 这个世界是讲法制的 所以张卫星就真的拿着保证金 去了香港跟杨寿成做对赌 撂下一句话 杰州我告诉你 我的三线开花到今天根本不是三线开花 股市我看得透 黄金我一样看得透 什么东西在我眼里全是公开的 五维四维世界看三维 上帝的黄金密码全在我脑子里 所以你就等我瞧好吧 杰州我让你知道100亿现金是什么概念 胃口大得很 杨寿成给他开出25倍的杠杆 张卫星不同意 继续加杠杆 加到比率 我跟你去对赌 带着他的十个亿就去了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那一天 我记得特别清楚 俄罗斯进攻格鲁吉亚 就跟今天俄罗斯打乌克兰一样 非常突然 普京就在那看着开幕式 那边格鲁吉亚导弹就过去了 摧哭拉朽 美国和北约当时要跟他干 就跟后来的乌克兰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是格鲁吉亚 没有泽连斯基没扛住 这个时候 按照我们所有人的经济学理论 黄金价格一定要暴涨 因为当时战争一开 黄金价格永远是上涨 因为黄金是对冲人类风险的 你那要打仗 黄金价格就要上涨 那次打格鲁吉亚那天 开火那天 黄金暴跌 其跌幅历史罕见 24小时跌下去 我当时正在看奥运会开幕式 我看到了那个国际黄金报价 我就知道张伟星输定了 因为那个叫黑天鹅 什么叫黑天鹅 在人类探索澳大利亚以前 全世界的天鹅都是白色的 没有人见过黑色的天鹅 所以在西方有一句话叫黑天鹅 对照的中国的那句话 就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太阳不可能从西边出来 就是黑天鹅不可能有 当人类的探险队登陆到澳大利亚的时候 看见了黑天鹅 卧槽 这世界上真的有黑天鹅 黑天鹅在金融行业的教训就是 所有的历史数据与经验 全部都是看着倒车镜在开车 倒车镜显示路口一直是左转弯 但只要有一个右转弯 你就全军覆没 因为你在看着历史数据开车 所有的金融知识金融规律 都是基于总结历史数据归纳基础上 所以张伟星真的破产了 2008年8月 高德黄金破产 他买了元宝井那宝井大厦 站在上面要跳楼 他那个小老婆什么的都走了 太监都把大船开走了 剩下张伟星站在楼顶上跳楼 眉眉不计前嫌 因为他都已经找小老婆了 然后眉眉把他拉下来 他回家去了 你想他有债主 因为那些大的投资者是不许他做自营的 比如说我是个大房地产开发商 我在卫星里放了一个亿 你是看透了世界黄金密码的人 你每年给我15%的利润 我挺高兴 我给你存一个亿 你告诉我你爆仓了 什么意思 一个亿去哪了 真的有这样 天津人 至少一个亿 大户存在他那 人家要杀他 卫星当时满脑门子官司 给我打电话 说怎么办 我直说 你是不是想做破产重组协议 他说是 我说你这样 你是不是想借我办公室 是 因为我当时在建行 翟老师当时是建行 经验国际副总 他不知道这个事 因为我没告诉他 他嘴大 我一告诉他 他都告诉上面大哥王国亚 我就完蛋了 我跟卫星讲 我说你下午下班以后来 我提前把人都支走 我留下我集资营的亲兄弟们 给你撑场面 你在我建行这边的办公室 跟他们签 重组协议 我王岐州给你做背书 保证你还钱 感恩戴德 做了这个事 这个事到今天建行 和我那大哥和山鹰都不知道 所以张卫星才能活着 否则的话 当时就会把他逼死 签完了以后 张卫星吉人自有天相 弟兄们 签完了之后 天津出事了 天津有一个 不是武长顺 武长顺之前的天津市领导 政法委书记出事了 那个房地产大哥 就是整天追杀卫星的 他最大的苦主 是那个哥们的白手套 消失于人间 直到今天不知道去哪了 所以就没有人追卫星了 卫星就无债一身轻了 他轻松多了 然后卫星又多次试图东山再起 就像宅副主席 现在在迪拜躲着那样 多次试图东山再起 但是都不行了 因为气运过去 那卫星去哪了呢 卫星就天天研究周易 天天研究江静川师傅的 那个哨子神术 黄继经是说 他试图进一步参破 上帝的密码 他疯了 他真的可能疯了 他到现在还没有从周易里边出来 你这掐纸一算已经15年了 他还在天天研究呢 我不知道现在成仙了没有 我们已经15年没有联系了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 他动不动就是 周易 就掐纸就干这个了 弄完了 张卫星这个脚 一经落万物生 2008年张卫星破产的同时 同时中信太傅 做期货的那个部门也破产了 所有的人都是遮在了这个黑天鹅里 因为打仗石油价格要暴涨 黄金价格要暴涨 这都是概念嘛 这都是基本ABC嘛 全他把反正来那次 全被扔进去了 所以张卫星本来站在天台上要条路 本来是中国范围的大新闻 没人看他了 所以这事就过世了 一经落万物生怎么说的呢 卫星当时做了大量的代理 各地广照代理 他没什么竞争对手 那不是2000人 翟主期加个零 吓唬我 普华有2000人 2008年卫星就至少有2000人 各地的代理不计其数 他这一岛 各地代理死的死 逃的逃 聪明的就把MT4抄过去 自己开发系统 自己做盘去了 因为你张卫星这个秘密 毕竟会有人知道 他底下毕竟是有些技术人员的 那些技术人员小孩 他是知道我们不做对冲和 我们不做场口对冲和实际交易的 那老板一倒 这些小孩不就都出去了吗 后来的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创始人 今天所谓中国黄金投资最大的交易商 姓陈那小孩都是高德一和黄金原来的小孩 包括廊房的 那个老娘们整天去韩国做美容的 原来也是 卫星高德这边在廊房的代理 做挺大的 自己弄盘子 弄了什么将近100个亿 100个亿啊 大概10年左右 自己他抱的仓 那个廊房的老娘们抱的仓 我这个一和黄金去收购丘麟 我那个石家庄金店 那个平贵杰 就是后来丘麟的实际控制人 平贵杰小平 就是高德邯郸的代理 一经过万五生 他们自己就是 树倒湖存散 到处找老大 我不就也收了 我就趁机收了张维兴几个嘛 对不对 平贵杰就是我们那么收不来了 这是后话 丘麟等我以后再讲 好了 电子盘资金盘 我们给他定义 中国发展的三个阶段 你们现在就清楚了 第一个阶段 就是寡头阶段 也就是说 跟庄阶段 跟什么庄呢 跟国际金商的庄 跟着国际黄金价格 甭管你这儿接不接交易数据 但是你这个 行情数据 是从人家伦敦金交所接过来的 是伦敦的五大金商 做盘操盘 接来的数据 这是第一阶段 2008年之前 中国所有的资金盘 都是跟国际庄阶段 第二阶段 叫放羊阶段 为什么 坤杀死了 独销的小弟都变成小独销了 张维兴死了 世纪黄金的张勇也被抓起来了 张勇 膨胀了 也有点飘 他虽然没有去香港 跟杨寿城做对赌 但是这孙子 拿着他保证金 几十个亿 在前唐江南岸 买了个大写子楼 晚上弄大霓虹灯 叫世纪大厦 当时浙江州领导 过前唐江桥 人家下飞机 从小山机场回来 你看那大厦 那是谁的 这么有钱 那时候马云也没那么有钱 张勇 世纪黄金 什么张勇 什么背景 一查没有背景 是普通老百姓孩子 黄金 他做什么黄金 他有什么黄金 叉叉 一查完就抓起来了 现在也没出来 所以张勇的钱 就直接被人端走了 被谁家端走了 我就不提了 张卫星一出事 张勇一出事 这不就群龙无首 昆沙没了吗 所有的几十号小弟们 出来做了几十家电子盘 都是克隆 MT4 最后自己添加性开发软件 自己去这什么的什么 横什么 忘了 杭州的 自己开发小软件 自己在那搞小电子盘 这是一二年之前 第三阶段就到 关键时候了 你等于是这个经验 已经传播出去了 黄埔军校 已经把这个军事种子 传播到全中国去了 第三个阶段就到了 第三个阶段坏了菜了 这事就大了 第三个阶段就是老王说 李克强是个 昏庸无能的宰相的原因所在 李克强当时上台 信心满满 做什么克强经济学 他哪懂经济啊 搞万众创新 全民创业 当时刚移民不久 我回国 我发现满街都开着 看似银行 但又不是银行的那种 小门脸 每个小区楼底下都有 我操作是什么东西啊 说这叫P2P 什么叫P2P 我听不懂 我只听过 B2C B2B C2C 我没有听出过P2P 说P2P给我一解释 我当时第一句话就是 这他妈不是非法集资吗 这是要判刑的呀 怎么合法了呢 加上互联网金融这个前提定语 你非法集资就变成P2P了 这不是胡来吗 因为这些都是王八蛋呀 这些都是毒销啊 你他妈给了他们互联网的能量 又给了他这种烧房保健 他们会开到每一个小区骗老太太钱 拿着月饼 拿着鸡蛋 就把人退休金骗了 我当时在北京 我们那个漂亮的写字楼里 那个电梯间里 竟是老头老太太 跟我父母同岁的 又旁边有两个戴西装领带的小伙子 帮人家拿着鸡蛋上楼下楼 听投资说明会 我就经常在电梯里说 哎呦大娘啊 投了多少钱呀 大家说不多十万 哦 我说十万没了 我经常干这事 我看不下去 这么玩 就是第三阶段开始了 第三阶段 他们干脆连行情网线都拔掉 又进化 为什么 就像我说的 你如果这个电子盘里边 你这个盘子里边 有一万人在玩 不用一万 几千人就够 他们自我会形成市场 你不要忘了 他有服务器的 你那个服务器 你躲在服务器端 你那个技术员工 是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交易数据 并且进行归纳总结的 多少人买涨 多少人买跌 多少人价位 成本线在哪 好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黄金就不好玩了 为什么 黄金是五大金商说了算 你想让他跌 他不跌 你想让他涨 他不涨 你只能跟着人家的节奏走 怎么办 自己生成数据 到关键点了 翟山英怎么骗你们 BS云和SEC SEA是怎么回事 要来了 怎么生成数据 生成什么数据 黄金世界上只有一种行情 李克强跟你说了 全民创新 互联网金融 大家发区块链 做比特币加 比特币2 比特币3.0 什么他妈比特币3.0 比特币 以太坊的关键是 去中心化 区块链的关键技术节点 在于去中心化 也就是说 它根本没有服务器 它就像一个原生动物一样 它没有大脑 它全是对等的小神经元组成的 那个叫区块链 人家那是真的 它这个行情是很难做装的 只能是大量的资金涌入 大量的资金退出 不可能有人在服务器后边 给你操盘 但是这帮王八蛋 全是有中心服务器的 只不过 原来我们第一代 1.0张卫星这一版 它那个中心服务器的数据 是通过布伦伯格路透 接的伦敦金交所的数据 现在这帮王八蛋自己起个名 叫SECBBSCB 它就能在后台自己生成数据 开始翟山英不懂 因为它不是一个币圈的人 开始这些人都是这种黄金盘 出来的人 贵金属盘出来的人 所以他们弄出这种假币来 号称是比特币 但是自己给自己起名 在后边有操盘手的 这个操盘手就是 看老百姓都在买涨 他就让他跌全赔了 看老百姓都在买跌 他就让他涨 记得老王说 那两个兄弟在草原上开 国泰军安分部 那挣了人 挣了钱的人贪婪所致 那个钱还不拿走 赔了钱的人就不来了 怎么让他赔钱 怎么就是你庄家挣钱 这样的话 他操盘手只要上下涨跌一元钱 你只要做反了 你就血本无归 这时候你要么 你要么补投更多的钱进来 叫补足保证金 要么就给你强制平仓了 币圈也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他们所谓的币 根本是骗局 没有区块链的任何痕迹 他就是游戏的点币 是token 在后边偷偷的人为在划k线 骗你的钱 因为你一定会输 为什么一定会输呢 这就是赌场的大树定理 中型曲线 80%的人的选择 会落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区间里 而20%的人会落在比较外边 什么意思 想象一棵树 秋天了 树叶纷纷落下 风一吹 落得满地都是 但是你会奇怪的发现 80%的树叶落的范围之内 就是那么一个小圆 剩下也许能飘到很远的地方的树叶 不到20% 所以庄家只要逮你这80%就行了 他不用在乎那20%人逃脱了 挣了钱了 他只要逮住你这80% 他永远到年底能挣40%到50%的纯利润 听懂了吗 我们再开一个玩笑 你们猜 姚明的小弟弟有多长 因为姚明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大汉 好了 大家一起猜 背后写数 你会发现90%的人 80%的人 写那个数都在15厘米到40厘米之间 我估计没有人会写姚明的小弟弟有两厘长 更没有人会说姚明的小弟弟有两厘米长 这就是大树原理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理性的 都在做理性的投资 都在判断 你就掉到坑里了 他根本不让你判断 他逮的是你大树原理 这个就是第三阶段 2012年以后 李克强当了总理之后 全民创新 万众创业 互联网金融之后 资金盘 币圈的骗局主流 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翟夫主席在跑出来论出来之后 做节目的时候 有一天他吐了嘴了 他说共产党迫害我 把我的服务器 把我普华的服务器关了 你说吐了嘴了 你又他妈呲了 你他妈是区块链 你哪有服务器啊 共产党怎么能迫害你把服务器关了呢 正是因为他必须需要一个极其稳定的服务器 他在国外租了昂贵的服务器 然后这样他还才能保证他曲线的连贯性 及系统的可靠性 大家在里边赌博的时候才好开心 所以给他服务器关了 他就傻逼了 如果真的是比特币 以太坊 那么关服务器有个单用啊 FBI也关不了服务器啊 CIA也关不了服务器 因为没有服务器啊 所以这个就是这些骗子的根本原因 他一定是割韭菜 他绝对不会让你们挣钱 怎么可能 因为他是跟你们对赌的庄家 你们都挣了钱 他挣什么呀 他给你们加了杠杆 不就是让你们爆仓的吧 你们这帮脑残粉 你们快别骂我了 我看你们20万 你们18万纯脑残粉 你们快买他那个币盒去吧 一年之内你们片甲不存 这就是中国投资币圈 从2004年到2023年19年的进化史 所有的币圈骗局 莫过于这么几个关键词 第一 某个币必须有很强的人站台 要么是宅教授 要么是宅教授经济学家 要么是郭总统灭供洗壁 总之要有个血统才能把人吸来 我们叫marketing吧 对不对 销售 2000人就是干这个的 2000人还不算大了 5000人 一般人的都有 全恶敌招待理嘛 第二 要有操盘手 在后台看 所有的人数据 他好让那个币涨还是跌 第三 要有一个稳定可靠的服务器 不能今儿断电 别人断电 要有规则内行 三个关键点 JF主席现在都懂 在迪拜等着收您韭菜 我做了电子盘金融骗局的揭秘视频之后 有很多网友走上歧途 进行怀疑一切的进化数发展 你点歪进化数了 不要怀疑一切 如果你按照这个怀疑一切 所有的都是骗局 所有的都是骗局 没有一个好人 你都要怀疑的话 那你别用钱了 纸币是什么 这是不是叫纸币啊 你回到山顶动人时代 以物易物比较好 你自己去弄一个石刀 去换你们家邻居的一个野兔 这他妈是真的 除此之外 恐怕都是假的 因为人类的社会发展 金融的出现 资本的出现 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其易不雅于图腾的出现 宗教的出现 文字的出现一样 人类之所以能大群的聚在一起 打败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特人更壮 更强 但是他聚集不了大群的人群 就是人类 现代人类的祖先 具有了语言能力和宗教能力 我们可以变瞎话了 变什么瞎话 为什么不怕狮子 敢去打狮子了 因为我们说 狮子是我们这个部落的图腾 狮神是我们的保护神 所以我们在水源边上 跟狮子去PK一下 我们是有神明护体的 所以大家就信了 就真敢去了 这是文明进化 重要一环 你不能不信 所有的虚东西你都不信 那还行 思想文化就是虚的东西 所以你这个东西要信的 你信 它真的会存在 金融也是一样 我们能够凝聚在一起 我们能够把预期透支到今天 形成巨大的购买力 经济实力 摧枯拉朽的碾压 落后文明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要向先进看齐 不要否定一切 什么电子盘是假的 我细说 就是翟山英那种SEC云核是假的 因为它根本没有任何数据支撑 它是在后边用电脑 用操盘手 生成数据 这当然是假的 因为它看你买多了 它就做空 看你买空了 它就做多 你一定输 因为它是你对手盘 但是其实赌场都不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赌场是有规矩的 翟山英这种SEC云核是不讲规矩的 它是人为控制的 赌场用概率大数原理 用随机理论去控制概率的时候 它就是可以去玩的 为什么赌场不怕人赢钱 就怕人不来呢 因为赌场它是严格的遵守概率论的 它只赢你概率多那么一点点 庄家50.5% 闲家49.5% 这是赢面 然后大家一起玩 庄家就赢你那个0.5%就够了 因为你只要来的人足够多 都是散碎银两来赌 概率和数学就会产生它的威力 庄家就一定会笑到最后 但是翟山英他们为什么骗子呢 因为他们完全不讲这个规律 他们就想相当于玩百家乐的时候 把他偷看牌 庄家偷看牌 一看你闲家都压 都压 我就跟你反着来 我赢了 这可不行 这个就是不讲规矩的赌场 他一定会黄 大家就一发现 我在这儿挣不了钱 这些王八蛋是骗子 我揭露的是这些人 我不揭露那些遵循大树原理 及严格按照概率论出牌的那些市场 譬如说赌场 我认为澳门的赌场 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大牌赌场 绝对不会出现 你放心 因为他一次只让你赌5万 10万 顶天了赌5万10万 他不让你一次赌5000万一个亿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次赌一个亿的时候 49%对51%这个概率 庄家真的有可能会输 你他妈拿走一个亿 末生就走了 庄家就玩不下去了 所以庄家是要限定你散户的规模的 顶天5万10万 无所谓了 庄家这边几个亿的身家 你慢慢玩 玩100次 49对51的规律就出来了 懂吧 所以 庄家在赌场里面不怕你赢钱 就怕你不来 因为你的筹码被庄家压得很小 庄家是一个亿 两个亿的规模 你是一万两万的规模 你们差100倍的 实力 这样的话 只要多次扔硬币 多次扔硬币 硬币一定是50%正面朝上 50%反面朝上 但是如果只扔一次或者两次 真有可能连着都是正面 懂吧 这就是赌场 一定要让你大树园里有机会出现 一定要让你的概率论有机会显零 有机会显零就是多次重复 概率才有机会显零 而翟翟英他们那种东西 就是偷看底牌 那你们永远你赢不了 所以这种是骗局 大家不要去 他们弄足够多的钱以后 他们甚至会关了盘子跑路的 就像他现在普花云河一关 他跑了 得亏是太监把他的钱给拐走了 要不然的话 我估计是行李叔把他的钱给骗走了 要不然他跟张萌在迪拜 不至于那么惨 还要拉皮条 从重操就业 拉皮条什么本行 我又捂嘴了 山音我现在不想抖露你家里的脏事 我要看你 你抖露我 你喷我牙缝 喷我爷爷河北 我就喷你 喷你家张萌 一句话 如果你再喷 我就把张萌事都抖了出来 我把千千也请了 我给千千买个头总舱机票 让他坐在我这 哭 我看你怎么收场 互联网可喜欢这 哎呀又提他了 不提他了 不提他了 咱们说正经的 因为我们现在正经人很多 我们要有点偶像包袱 要说点正经事 那么 国际五大金商 国际原油盘 澳元盘 家元盘 这些国际金融市场 你放心 他一般情况下 不会对散户出杀手锏 他真的是概率论 跟普京娱乐场 和永利娱乐场是一样的 张卫星为什么爆仓 因为张卫星跟国际五大金商 直接做对手盘 拿25倍50倍杠杆 他自己带着10个亿的现金过去 你想想成50个亿杠杆 他多少钱 而且他有好多的马仔 拥顿 在香港也有 这些人都做死多 这些华人的力量 全团聚在一起 2008年在格鲁吉亚战争之前 压黄金暴涨 如果他们赢了的话 国际五大金商 他吐血了就 就相当于你在 何鸿生永利赌场 你他们脱台里压了100个亿 何鸿生一定要看牌了那次 这种是小概率事件 而且这种概率发生的机会极低 只有张卫星这种疯子出现 他去挑战世界行情 他才会出现这种黑天鹅事件 出一次 就是上帝都得显灵了 要不然按不住你老习 老川这些人了 为什么呀 你胡来呀 所以这种概率非常小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你这一辈子都不会碰见的 你不会碰见 就你那撒瓜俩枣 撑死了一个亿吧 没准来一个亿都没有 只有几十万 你还想让国际五大金商出签 干你 你想太多了 你真你想太 你卡太小了 你轮不着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黄金投资 原油投资 外汇投资 他虽然是庄家 但是他的庄家吃相没有那么难看 天下金融一大片 天下金融一大赌 天下金融揭示局 这话没错 但是呢 要看庄家的吃相 关键字敲黑把话中间 吃相难不难看 很重要 你说美国黑不黑 美国当然黑了 美国没有深层政府吗 他当然有了 但是人家都是老红伯 五代四代的这种贵族 人家吃相很好看 人家绝对不会把他们的政治 敌人和潜在对手 直接灌个小药片 让你在游泳池里游泳就死了 绝对不会干这种事 吃相太难看了 绝对不会把前总统 从全国代表大会上 给架下去 这他们吃相太难看了 所以全世界的金融赌不赌 看他的庄家吃相难不难看 翟山英这种小开小骗子 吃相太难看了 别进他们的盘子 你们真的想赌 我真的觉得我有颗不安分的心 我觉得我是天才 我可以看透世界什么什么密码 比特币密码 绝对可以 比特币你们绝对可以赌 没人能操得了盘 比特币绝对不好操盘 它只能用大量的算力 大量的金钱去操盘 那基本上就不就要操盘了 那叫真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放心的去投 放心的去分析 你那点还不至于碰到黑天鹅 你那点还不至于碰到庄家直接放出黑天鹅 好吗 所以不要看老王的金融揭秘 看到另一个走火入魔的极端 不要 就是我希望大家开智 一定要注意我今天给大家传递的重点 就是庄家的吃相问题 你要玩你玩那些主流庄家吃相好的那些 那你真的可能挣到钱 而且一定记住挣钱就走 买定离手 不要在这里边徘徊 荡漾 久赌必输 没有人能赢得了庄家 好了 今天就这样 心情很愉快 完全跟大家交交心聊聊天 点播点播 大家金融揭秘 学习金融的过程中 那个度在哪 不要从一个极端 滑到另一个极端 让大家清醒一整天 防住那个宅骗 再骗你们的钱 再看在我这个功劳份上 给我们给老王点点赞 多传播 再见 再见 点赞 关注小铃铛